从没见过这么爱哭的女人 半夜醒来肚子叫 于是泡了一碗方便面 放在桌上刚准备动嘴 突然觉得好冷 进屋加衣服 当她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老公吃自己的面 实在令人意外 老公只能说好听的安慰她 没那么简单 长嘴一次还不够 必须三次 总算满意了 原来女人伤心 并不只是因为这碗面 而是在上集中 男人当众误会并责怪她 敦率真诚向她道歉 两人气氛得以缓和 随后一起吃面 刚正常不过几秒 看着夜空美丽的萤火虫 不小心吃到了一块 当两人回过神来 尴尬中略带一丝丝奇妙 那善后怎么分配 新婚夫妻该谁洗碗 两人正在争论时 丽莎将碗硬塞给对方说 你刚才抢我面吃 老娘该去睡觉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丽莎已经不在卧室 早餐时间 妈妈问丽莎去哪里了 她说不知道 那你也别想吃了 妈妈让她赶紧叫丽莎来吃 妹妹也表示赞同 敦帅一脸不情愿 而丽莎早就在农场掏牛粪 明明送来爱心早餐 却说是妈妈和妹妹送的 问丽莎要不要吃 她当然回答自己不饿 是个男人都能看出丽莎正在生气 敦帅也违心地夸她几句 说她挺不错又能干 丽莎醋意隆隆地回她 干嘛不去找你的老情人 敦帅解释说 自己跟拉蒂没关系 而丽莎一锄头挖得太深 男人正好在她的身后 丽莎突然使劲向后倒 敦帅条件反射刚好接住 不小心抓住重要部位 她尖叫好久才松手 丽莎感到特别羞愧 敦帅竟然拍木板说两种感觉一样 没有女人能接受这种打击 于是抄起铁铲就要干 吓得敦帅不停躲闪 可一个不小心 丽莎回家的路上 皮坦过来提醒她要注意安全 说拉蒂是个很毒变态的女人 为了得到心爱的男人 她可以不择手段 而昨天两人在牛粪堆上打架 接下来拉蒂一定会找你报复 临走前皮坦牵着丽莎的手说 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我 而后就离开了 兽医和林正在吃饭 果然拉蒂着急忙慌的过来找人 面对她的追问 林假装不知道 而医生却不小心说漏了嘴 女人已经去找丽莎报复 兽医打电话通知敦帅 两人很快追到牛粪堆 打电话 丽莎的手机却在旁边响 此时 她一个人在湖边吃东西 拉蒂抄起匕首 从身后缓缓靠近丽莎